大家早安 我是藍軒 那我今天要去參加 關於一個儀式的講座 我今天的妝容 比較隨意 對 我都比較看心情化 對 應該還可以 對 好的 把我的今天穿搭 一個繽紛的感覺 我現在要出發囉 早餐 然後這是台灣很傳統的早餐 然後它叫蛋餅 然後我來吃 我們到了 我們到了 我們要去看講座的地方 然後 我覺得風機亮的大 我剛聽完講座 然後我現在在吃午餐 這個是 飯糰 這是 台灣 算是 蠻有名的美食 對 然後這個是 可樂餅 然後還有紅茶 這是 一家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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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要出發 去片場 蒼狂 剛才我們在參觀棚內的場景 非常的大 看起來也是很乾淨 他們是說他們是自己做的傢俱 看一下 我們已經結束了今天的參觀和享受 這是最後一場相機牌 今天要回去了 已經結束了今天的參觀 我們現在要去參觀 我們要去參觀 哈囉 那我剛結束了今天的一整天的行程 然後我覺得是一個很不一樣的體驗 可以到片場去參觀 然後 也去了解了 可能在 電影上面的一些運作啊 然後也聽 今天有個導演分享了很多 在片場的一些趨勢 最印象深刻的應該 就是參觀他們製作的 可能他們的道具啊 然後還有他們的拍攝的舞子 為什麼要去參加這個活動 是我覺得 想要去體驗不一樣 我以前都是學 學跳舞的 對 然後想說可以去看看去參模看看 然後 演員這個 這個方向也是我 蠻想去挑戰跟 嘗試的 對 所以 還蠻開心可以參加 這麼不一樣的活動 先來介紹我自己 對 我是藍軒 那我今年23歲 我來自台灣 對 然後 我學表演 學了大概 有 七年的時間 我的專業是舞蹈 對 街舞 風格很多 我比較 喜歡 Wicking Rogging 或者是 Ghost HipHop 笑偏 理性的 舞蹈 對 追夢 也是追了 九年多 到現在也是 一直在持續追夢 有想過 放棄的時候 對 因為 隨著年紀 變大 然後 呃 也 增學了那麼多次 雖然 途中 經歷很多失敗 挫折 想要真的放棄的時候 呃 當自己 問自己內心說 欸 真的不想舞台了嗎 覺得 想要再試試看 對 所以 這也是我 想要 報名這次的 真選 對 不管 有沒有機會 還是 還是怎麼樣 就是想要再試試看 因為我 真的 在學 表演的 的 路上 我是 很喜歡舞台 也很熱愛舞台 我喜歡站在舞台上 呃 我覺得在舞台上 我很放鬆我自己 然後也 我能夠很享受 很 很輕鬆的表演出 自己的樣子 我想要 出道 然後我也想 呃 真的能夠實現自己的夢想 希望 評審們能夠記住我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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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